一拳超人重制版211话已经更新真实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没有看的朋友看一下羽翼上一个视频 上一个视频就是更新的一拳超人211话的内容 最为遗憾的一个消息就是杰诺斯可能祭天了 杰诺斯有可能复活吗 其余看见杰诺斯如此的惨壮又会开始思考什么 等等A系列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不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来讨论什么问题呢 地球还能活着吗 地球是不是要玩了 听到这个词大家脑海中是不是想起来当初希奇说的话 这就是希巴巴瓦的预言 希巴巴瓦也因为这个预言死去了 这个预言就在半年内发生 地球要玩了 而如今奇余看见杰诺斯被打成这个样子 自己也开始反思 自己真的具备英雄该有的意识吗 奇余在反思什么 自己的实力非常强大 自己在寻找跟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 但是自己作为英雄是兴趣使然 打败怪人拯救人类却一直姗姗来迟 想想也是 奇余目前为止的战斗虽然打败了很多龙级的灾害 像是巨人弟弟 奇余虽然打败了他 但是直接造成了一座城市的毁灭 当陨石要砸向贼士 奇余直接打散了毁灭贼士的陨石 但是陨石的石块也基本把贼士毁灭的差不多了 虽然奇余看似拯救了 但是带来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这一次奇余彻底来晚了 恶狼都带着有些炒粉的语气 你来的太迟了 奇余这次来的太迟了 自己的徒弟直接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场的所有英雄 包括S级英雄都快要死了 奇余在跟恶狼对战的时候 有多少次机会能直接将恶狼杀死 如果将恶狼杀死 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为了兑现一个孩子鼻底熊的承诺 你是希望我阻止他 而不是打倒他 如今拜托奇余的鼻底熊 也被辐射搞得奄奄一息 很有可能也已经死了 那么奇余到现在为止所做的这一切 还有什么意义呢 奇余跟恶狼的战斗 恶狼已经不知道进化了多少次 先前没有获得生命力量的时候 恶狼也施展了很强烈的攻击 最为强大的就是急发劲 余波影响了整个地球 但是那个时候的恶狼攻击 总能拯救一波人 但是现在的恶狼很显然 已经没有了这个被动 在恶狼进化的过程中 奇余有很多次机会 直接杀死恶狼 但是奇余并没有那么做 最终被恶狼的噶马射线炮打中 不知道被打飞到了哪里 当初奇余跟波罗斯的战斗 也被打飞到了月球 仅仅数秒 奇余就回到了地球 被噶马射线炮打中 都过去多久了 奇余来的是不是有些慢了呢 是不是奇余并没有使出 全力回到地表呢 奇余并没有意识到 如果自己没有阻止恶狼 恶狼会在地表造成多大的灾害 当伽马射线炮 朝着奇余攻击的时候 奇余还是跳到了空中 让伽马射线炮 朝着空中射了过去 虽然这样一个举动 也算拯救了地球 但是没想到 伽马射线炮的辐射 居然这么强大 来到地表以后 看到面前的场景 奇余也明白了 自己是不是没有 作为英雄的意识 奇余的眼神变了 这也可以说是奇余第一次这么生气 来到地表以后的奇余 什么话都没有说 直接认真一拳 拳头才是解决一切的扭力武器 奇余这一次的认真一拳 春天老师直接把奇余脸给化黑了 这也是奇余第一次脸这么黑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无论是先前奇余认真一拳打布罗斯 还是认真一拳打在海洋水 脸部都是正常的 而恶狼模仿的奇余模式的认真一拳 脸部是正常的 就这样双方打了过去 奇余的脸部是黑色 恶狼的脸部是奇余原本的脸 还让人有着两个人互换一样的错觉 不知道是不是春天老师故以为之 认真一拳之间的对拼到底会怎么样呢 地球会毁灭 毫无疑问 爆破都已经意识到了 这股能量地球又炸裂了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到底会怎么展开 让我们一起来猜想一下 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一拳打了过去 地球毁灭了 认真一拳对拼 能毁灭地球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认同 奇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还记得吗 要是真到了 不但没有晚饭吃 睡觉都有人妨碍的那一天 我就要毁灭地球了 如今的地球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恶狼射线的不断辐射 地球已经慢慢开始变成了一片死亡的星球 爆破就是这么说的 这样的一个星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了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恶狼 此时的奇余只是一心想要消灭恶狼 毁灭这个已经不能居住的地球而已 如果地球真的毁灭了 这个剧情还怎么演呢 难道恶狼片就是冲着完结去的吗 奇余毁灭地球以后 神明出现 奇余跟神明最终对决吗 第二种情况 爆破出手 爆破作为S型英雄第一位的存在 在以前的剧情当中只听说过爆破的传闻 在恶狼片才慢慢有着爆破的身影出现 如今在最先一化 爆破终于展现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星系恶狼除去奇余 如今也只有爆破才有着一战之力 目前来看 爆破对战星系恶狼虽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但是也没有落入下风 而且在跟恶狼战斗的时候 爆破还想着地球的安危 还想着把这些英雄要传送到其他的次元来拯救他们 所以爆破并没有使出全力 如今认真一拳对拼 爆破感受到了这股能量直接会让地球毁灭 一心想要保护地球的爆破 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那么接下来爆破应该怎么阻止这两个人呢 爆破的能力可以打开一次元的门 可以发射次元炮 被次元炮打中以后 被强制传送到一空间 我们能猜想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在奇余跟恶狼即将就要对拼在一起的时候 爆破在奇余恶狼的面前都制造出了一个次元门 将奇余跟恶狼传送到了其他次元 即便这样 传送到其他次元也不能抵消认真一拳的威力 恶狼奇余的认真一拳直接会打到了其他的次元 虽然地球可以保住了 但是其他的次元空间就要受罪了 被认真一拳打中的次元空间 估计满目疮痍 恶狼奇余被传送到一空间以后 恶狼还是有办法回来的 因为现在的恶狼已经可以轻松复制爆破的招式 爆破即便把恶狼关在一次元空间也没有用 但是奇余并没有办法回来 恶狼回来以后估计会再次跟爆破战斗 爆破跟他的队友毕竟一直在一空间跟神明战斗 目前来看爆破可以说是最了解神明的人 爆破第一眼看到恶狼就想着要把恶狼带到某个地方 因为恶狼在地球上只会让地球所有生物死亡而已 我们有理由相信爆破还有着底牌能对付现在的恶狼 奇余如果被爆破传送到一空间 也就意味着暂时退场 因为奇余并没有回来的手段 恶狼有可能会被爆破制服 然后爆破以及爆破的队友在地球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看爆破的样子看来是经历过一颗星球被神明灭亡 第三种时间回溯的能力 时间回溯这个能力 其实语义不怎么想在一拳超人中提及 从一拳超人第一化到现在算上原作版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着时间回溯能力的出现 但是形式已经发展到这个样子 恶狼掌握了宇宙的力量 抬手间就是核裂变 爆破都打开了异次元的通道 这么想想 时间回溯的能力也并不是不可能出现 隔壁海贼王都能时间穿越了 有了时间回溯这个概念的话 目前造成的这么多破坏 是不是有着办法解决了呢 其余跟恶狼对拼 地球肯定是要毁灭的 就算不对拼 地球也迟早要被核辐射搞成一个死亡的星球 所以能逆转这一切 就是要在恶狼获得神明力量的那一刻 不让恶狼使出神明的力量 核裂变全 以及伽玛射线炮 接下来剧情会怎么发展呢 其余恶狼认真一拳对拼 地球直接被炸成了粉碎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全部死亡 爆破靠着能力 躲进了异次元空间才得救了 而时间回溯这个能力 很有可能是爆破拥有的 也可能是爆破队友拥有的 爆破跟其余讲能了 时间回溯只能用一次 如果时间回溯了 地球也恢复了 所有的英雄包括人类都能复活 但是要赶在恶狼施展招式之前 将恶狼解决 那么一切就解决了 地球也能得救 人类也能得救 目前看来好像也只有时间回溯 能挽回现在的局面 以上就是提出的三种猜想 第一种是一拳超人奔着完结去了 其余恶狼认真对拼 直接将地球毁灭 全人类死亡 其余虽然赢了 但是已经没有居住的地方了 接下来可能要引入神明 跟其余的战斗了 第二种爆破将其余传送到了异空间 自己跟自己的队友成功解决恶狼 其余再次出现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已经被解决了 第三种爆破或者爆破的队友 有着时间回溯的能力 当地球被毁灭的时候 时间回溯的能力发动 让时间回到了恶狼 即将就要获得神明力量的时候 只要赶在恶狼出招之前 解决恶狼 一切就全部解决了 那么你认为 后期更新的212话 地球到底会不会炸裂呢 还是说地球能保住呢 欢迎评论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是Wi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